如果说贝加尔湖是西伯利亚的明珠 奥利红岛就是这颗明珠的心脏 奥利红岛是贝加尔湖最大的岛屿 岛上居民为陈基斯安后裔 这里是北部萨满礁中心 也是欣赏贝加尔湖最好的地方 天色微亮 天寒地冻 冷风刺骨 搭乘面包车探索奥利红岛北线 车子越过湖边 直接就进入结冰湖面 首次坐车奔驰在深不见底的湖上 震撼惊喜又有点担忧 无味杂成 冰堆错落成叠有序 天然洞穴被凝冻成 纯洁的冰雪城堡 冰柱悬挂山壁 行程兵铺请泄而下 透明冰卦 晶莹剔透 仿佛身处在冰雪奇缘的水晶宫中 这是我们当地的导游 俄罗斯美女 举手投注间 天生的摩特尔 湖面结冰 冰中有冰 冰面突起 形式断层 穿过崎岖不平的淹石森林 到达最北端 河坡角 冬季贝加尔湖 湖面冰冻 一望无际 蓝色冰湖下的裂缝 纹理自然蔓延 被冰雪点缀的雪白翩翩 经过强风吹拂下 地面如梦似幻 爱情是位于岛上的东北边 是沙满教兰女 祈求子女的圣地 也有人称为天使的翅膀 当然不是这个老天使 三兄弟师 见证兄友弟公的情谊 积雪冰化 冷冻不了贝加尔湖的热情 布尔汉海湾 是传说中贝加尔湖神的居所 十三根萨满柱挺立在山头 标示这是天神居住的地方 五颜六色的彩带随风飘逸 前程代表着人们的祈福与感恩 萨满卡沿山 是奥利红岛最著名的景观 昂然聪立在岛的西边 两千五百万年来坚定人们的信仰 贝加尔湖是天上的蓝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